200万人民币可以移民哪些国家 经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在疫情之下 移民的选择都有哪些 自从疫情发生 人生百态 很多人重新把移民计划提上日程 也有很多新人开始第一次咨询移民 那么这么多的移民国家该如何选择呢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如果对大国有情节 像在加拿大 澳大利亚 美国这三个国家之间考虑的 我会建议大家考虑美国 不推荐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原因是 这两个国家都有移民间 办理成功之后 需要在当地居住和生活 虽然因为疫情 很多人萌生了很多想法 但是短期之内彻底完全的离开 经济和生活都会有很大的改变 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很多人目前考虑移民 或者考虑办理身份 都是出于安全的考虑 希望在某些情况下 有一个能够说走就走的身份 或者就像我前几期视频 讲的很多的一个观点一样 就是给自己多一个选择的权利 就像买重极险 我们希望有生之年用不上 但是需要的时候 这样的重极险 这样的身份 一定要有安排 有规划 大多数人工作生活 交际的中心还是在国内 加拿大 澳大利亚 因为有移民间 所以不太合适 我们接下来再看看美国 首先美国虽然没有冗长的移民间 但是美国有美国的问题 美国有美国的困难 目前常见的一些方法 包括第一 EB5投资移民 投资80万美金 或者是105万美金 10年以上能够拿到身份 如果只有200万运算 这条路走不通 第二 美国解除人产 有10个标准 如果能够符合其中的四项标准 半年之后可以登陆美国 这种方法虽然有难度 但是对于那些 在大城市里边 有很多想法的精英人士来讲 是有可能的 你有可能通过10项当中的四项 来申请杰出人才移民美国 这种方式 甚至不需要200万就可以办理 前提是 你对这10项要求 有基本的符合要求的可能性 第三个 EB1C 美国的跨国企业高管 需要在美国成立 或者收购一个公司 持股要超过50% 也就是说 国内公司要实现对美国公司 51%的控股收购 这种方式可以先拿L1 工作签证 快速登陆美国 登陆美国之后 通过证明公司的营业额 员工雇佣数等等情况 来评估 公司在美国的实际运营 是否对本地产生了真实的贡献 最终换到美国绿卡 这种方式 隐形成本比较高 有可能超过200万 第四个 EB2 EB3 学历如果在硕士以上 可以选择职业移民的第二通道 如果只有本科学历 可以考虑职业移民的第三类别 如果没有学历 但是工作经验丰富 资历很深 也可以考虑职业移民的第三类别 EB3呢 它分别学历类 工作经验类和劳工类 劳工类排期呢 通常十年到二十年不等 因为时间太长 基本上我们是不予考虑的 如果说有本科硕士以上学历 海外留学背景更好 再加上一定的工作背景加持的话呢 四年到四年半左右 可以拿到美国绿卡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00万人民币 办理这种方式是足够的 虽然从周期上来看呢 要四到四年半左右 但是是一步到位 拿到美国绿卡 办理期间不需要登陆美国 而且拿到美国绿卡之后呢 登陆美国没有居住创业的要求 这条路呢 是非常适合疫情当下 有移民美国想法的人 但是前提 你最好是有一个海外的学历 或者是美国的学历 疫情下移民的第二大选择类别 我们来看一下三个国家的对比 英国 西班牙 塞浦鲁斯 如果有200万的预算呢 欧洲方向上以下五个国家 英国 爱尔兰 葡萄牙 希腊 马尔他 首先来看 在英国 英国有一个创新签证 创新移民 简单来讲呢 你必须有亚斯5.5 而且能够在英国本地 三年产生五个就业机会 它的投资额 要求只是五万英镑 但是需要记住的是 在运营期间 一些隐性的沉没成本 有可能是在 200万人民币左右 强烈建议那些 有英国或者海外学历的 这些有商业想法的人 可以尝试英国创新移民 它最大的好处是 三年可以直接拿绿卡 而且总成本如果控制的好 200万人民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前提是大家对创业创新 这个事情有认知 创业本身就是一个风险 非常高的一个事情 要有足够的资金准备 250万人民币 可以说是一个基础款的 一个基本的资金准备 接下来除了英国以外 我们来看一下排除法 为什么不推荐西班牙 西班牙通过购买 50万欧元的房产 可以拿到移民身份 其实很简单 就是移民角度不推荐的原因 是因为西班牙 五年当中拿到的是黄金签证 五年后更换绿卡的时候 需要申请人在西班牙 累计居住四年两个月 平均每一年在当地居住十个月 当然如果你愿意到 西班牙长期居住 那么50万欧元购房 也是可以考虑的 50万欧元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350万人民币 超过200万一点点 反向来看 为什么目前不推荐赛普鲁斯 2012年前后的欧洲市场上 短平块能拿到绿卡身份的 只有赛普鲁斯 当希腊葡萄牙这些国家 也有绿卡项目出现的时候 赛普鲁斯的优势 就没有那么突出了 它的产品里边有一个 被誉为是爱马仕级别的产品 200万欧元购房 可以拿赛普鲁斯护照 但是从整个欧盟的 办理护照的 一步到位的这种产品 基本上已经被关闭了 整个欧盟对于 直接卖护照这个事情 本身是比较抵触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赛普鲁斯真正适合的 是什么样的人群 如果你有很多朋友 亲戚在赛普鲁斯 有强大的亲缘关系 如果你是为了在欧洲开办公司 并且希望在一个超级低税 甚至没有税的国家或地方 如果你喜欢海岛国家生活 不希望跟欧洲大陆接壤 也不需要是深根国 或者是跟深根国 没有太多的往来的情况下 赛普鲁斯还是不错的选择 葡萄牙 希腊 我们说回葡萄牙 希腊 马尔他 都是深根国 深根国的好处呢 是深根27个国家 或者地区境内 不需要见证 只有一个国家的绿卡 就可以自由往返另外一个国家 这就是所谓的 深根身份的便利性 疫情下 新人移民的主要诉求是方便 要方便出行 要没有太多束缚 而且要方便快捷 中国人喜欢快嘛 要有附加值 要将来对孩子教育 有一定的帮助 我们来看一下 刚才讲的几个方向 英国 阿兰 葡萄牙 希腊 马尔他 那这五个国家应该如何选择呢 首选英国 如果你本身有英国本科以上 或者海外英语教学的学历 或者雅思5.5分以上 加上有200万人民币的沉默成本 听清楚是沉默成本 不要有预期说200万人民币 我还能拿回去 你有200万人民币的沉默成本的 准备情况下 优先坚决的考虑英国 关于英国的创新签证 我们有专门的视频的介绍 会有一一的视频的分享 大家可以单独加我的微信 我们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除了英国以外的几个国家 包括阿兰 葡萄牙 希腊 马尔他 这几个国家都各自的利弊是什么 疫情之下移民的选择 如果你有海外学历 优先选择英国 雅思5.5分以上 单向不得低于5.5分 有250万人民币左右的资金准备 首选英国 当你觉得你自己不符合英国的时候 语言到不了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其他四个国家 移民可以分为移民和移居 移居国家是有移民间的 但移民国家很有可能是没有移民间的 我们来看接下来几个欧洲国家 阿兰 葡萄牙 希腊 马尔他 他有个好处是什么呢 他没有移民间 英国是有移民间的 每年要至少在英国住满半年 我们把刚才四个国家分为两大类 阿兰是一条线 葡萄牙 希腊和马尔他是另外一条线 为什么要把阿兰分开呢 因为跟另外三个国家相比 阿兰第一不是深耕国 因为目前的深耕国家有26个 还有四个准深耕国 深耕国之间并没有边界的控制 英国和阿兰都不是深耕国 办理阿兰身份以后 要想从国内去德国 法国 还是需要单独的办理深耕签证 当然有条件的家庭办理阿兰之后 可以考虑再办理一个 欧洲其他国家的绿卡 这样既有了阿兰大国的护照 也有了深耕的绿卡 但是如果要在深耕前和阿兰之间 选一个的话 我们需要对这两个方向的一同点 做一个比较 阿兰相对于其他三个国家的优势是什么 劣势是什么 第一 阿兰是英语系国家 马尔他虽然也是英语系国家 但是阿兰离英国更近 经济相对更发达 GDP值更高 第二 阿兰的经商环境 创业环境相对更好 对于年轻人 对于大学生 毕业之后寻找合适的工作 机会更多 第三 从教育上来讲 阿兰嘛 继承了英国的传统 典型的英语系的教育环境 无论是公立学校 还是私立学校 都能够满足许多需求 而且教育费用也相对比较实惠 第四 阿兰这个小岛 它是一个号称永久中立国 打仗打不到 很多人办理移民 就想找一个安全的地方 那么阿兰会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第五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点 阿兰和英国没有硬边界 来往英国很方便 拿到阿兰护照以后 更是可以自由的来英国 定居享受英国的福利 相当于英国的永居 它享受和英国公民基本一样的待遇 有优势必然有劣势 我们来看一下阿兰移民的劣势是什么 比如说 第一 阿兰不是深耕国 如果你想办理一个身份方便 随时去欧洲国家旅游工作的话呢 阿兰不是很方便 要单独申请 第二 阿兰的费用比较高 其他三个国家最高的只要50万欧元 阿兰是两种方式 一种是投资移民100万欧 第二种方式可以选择捐款40万欧 我直接不要了给政府了 但是无论哪一种方式 都基本上是超过200万的预算 这个需要因人而异 很多人问我 就是我应该选100万欧 还是选40万欧捐赠 这个取决于大家对于投资的一个判断 如果你本身有超过15%以上的 这个投资回报率的话呢 三年你有45%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拿回这45万欧 还赚5万欧 那如果本身 你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投资回报的产品 我建议还是做100万值投 可能是更加的值得大家考虑 当然这个取决于大家的一个规划 阿兰还有一种方式是投资基金 基金产品有基金产品的好处 有基金产品的坏处 如果你本身有基金产品的投资经验 能够有很好的把控风险的能力 也可以考虑基金产品 这个呢就是阿兰的三种方式 100万欧投资 40万欧捐赠 或者是投资基金 这三种方式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因为阿兰毕竟还是要至少45万 45万相当于350万人民币 如果350万人民币超出预算呢 我们来看一下 接下来的选择是什么 是葡萄牙 葡萄牙在过去近五年的时间里边呢 是朋友们咨询和办理欧洲的一个重要方向 原因很简单 因为葡萄牙方式多元化 可以选择购房 可以选择基金 基金的金额呢 是阿兰的一半 50万欧元 购房的方式可以是50万欧元 35万欧元 也可以是28万欧元 风简游人 如果选择葡萄牙 买房的方式和买基金的方式应该如何选 对于买房来讲 2022年1月之后 不可以通过在里斯本购买住宅类房产货的身份 如果坚持购买住宅类房产 只能购买葡萄牙指定城市的房产 城市或者地段会偏一些 如果坚持投资里斯本 只能购买非住宅类的物业类型 比如说商业地产 现在的房产呢 有28万欧元或者35万欧元的项目 这些房产基本都不在里斯本 位于政府指定的地区 这些房产买完以后 交给物业管理日常维护就可以 如果考虑居住 那么偏远的地方可能真的是不太适合 所以买房的方式呢 适合那些不去居住 又不想拿出太多资金 又想办理葡萄牙的人 最简单的方法 28万欧元或者是35万欧元拿到身份 再来看一下基金的投资 基金投资金额是50万欧元 比房贷投资相对高一些 好处是六年之后基金可以赎回 灵活性相对比较高 但是你也需要注意点 投资就有风险 如果您本身有投资理财的经验 对海外投资理财有所了解 那你就能够理解 所有的境外的这种投资的机构 或者是方式方法都是需要有检管的 基金这个方式呢 其实重点是风险的控制 首先这个基金要有海外的政府监管的 这种托管机构和执行机构 相关的法律合同一定要看清楚 基金呢适合那些有投资经验的 因为它相对比较简单 只要把握住风险 能够赎回灵活信号 如果你要购买房产 拿到身份之后呢 可以通过贷款的方式 首付三成 在当地贷款 利息比较低 两个点左右 但要注意啊 就是天上没有白掉馅饼的 我说两个点左右可能只是针对我 因为我对当地有了解 有认知有资源 对于你如果是一个新人 你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你有可能会4%或者5% 你需要花时间 你需要花精力 建立自己当地的人脉 和当地的专业知识的储备 无论是选择基金 还是选择房产 每个方式都有它的好处 和有它的坏处 要根据每个人的背景 每个人对风险控制的能力 每个人的喜好 以及对房产 以及基金的认知程度 来具体的决定 欢迎大家添加我的微信 我们可以具体情况 我们可以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具体探讨 我们来看下缺点 葡萄牙有哪些缺点呢 第一葡萄牙嘛 小一种国家 第二葡萄牙国家比较小 不如隔壁老王西班牙的名声大 也不如爱尔兰的经济发达 很多去过欧洲旅游的人说 欧洲就是一个大农村 英国其实也是个大农村 葡萄牙呢 可能就是农村里的农村 尤其是对于 北上广深的这些朋友们来讲 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城市建设 可能根本没有跟中国的 这个可比性 看完劣势 再来看优势 葡萄牙的优势是什么呢 第一办理方式多元化 第二五年后可以选择 可以申请护照 还是申请绿卡 第三欧盟护照 这个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亮点 曾经欧洲的护照项目是 塞浦路斯还有马尔塔 200万元买房的 但是现在这个项目也关闭了 目前可以 还有机会的是马尔塔 它是英联邦国家 所以说按照英国的审核标准 周期长难度高 而且费用相对比较大 办理葡萄牙一年到一年半 拿到葡萄牙的身份 这个不是绿卡 叫做黄金居留签证 黄金居留签证五年之后 可以申请换绿卡 或者申请换国籍 换绿卡其实没有什么特点了 但是换护照的价值很高 葡萄牙可以相对轻松的换到护照 要记住这里边有一个坑 什么呢 就是你要考葡萄牙语 你要换护照的时候 换护照或者绿卡 它的要求是过去五年当中 平均每两年居住14天 葡萄牙语的要求是A2 能不能考过取决你花多少时间 你如果花的时间多是有机会的 但如果你想一天时间都不花 去考A2 靠你在本科积攒下来的英语能力去考 是考不过的 这个需要大家注意一点 用五十万欧元的基金 或者更低的投资额 购房 拿一本欧盟护照 和消费一千万 或者是两百万欧元 在塞浦罗斯买房 获得的身份是一样的 这个对比可能能够更多的 让你了解葡萄牙移民身份的一个价值 单独介绍了爱尔兰 单独介绍了葡萄牙 我们再来看一下 爱尔兰和葡萄牙之间 如果PK 他们各自的优势和劣势是什么 葡萄牙和爱尔兰 第一个比较的是办理时间 如果希望办理速度快 应该选爱尔兰 因为爱尔兰毕竟跟着英国这个体系走 办理效率在欧洲算高的 葡萄牙相对较慢 从申请登陆到发卡 前后需要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第二点 费用差异 爱尔兰投资额比葡萄牙高 除了投资款以外 爱尔兰并没有额外的成本 葡萄牙颁发的黄金签证 五年当中需要续签 会有制卡费和存档费 存在一定的后续成本 在这一点上 同样爱尔兰胜 第三点 投资款的支付顺序 爱尔兰是先申请 货批之后再投资 有八个月左右的时间准备投资款 葡萄牙是开始申请锁定名额的时候 就要完成房产过户 或者购买基金 需要提前一到三个月左右 准备好投资款 这一点 我相信也同样是爱尔兰胜 我们来看一下 爱尔兰如果和葡萄牙PK 葡萄牙能胜的有哪几点 第一点 葡萄牙最大的优势是 五年每两年累计居住14天 通过语言考试 可以拿到欧盟护照 这个优势是其他国家谁也比不了的 第二点 申请爱尔兰两代人可以获得身份 包括配偶和子女 葡萄牙是三代移民 这一点同样葡萄牙胜 换句话说 你可以带配偶 你可以带孩子 你甚至可以带父母 第三点 爱尔兰的投资金额比较高 而且不是申根国家 葡萄牙的金额还算可以接受中等 需要五年之后换绿卡或者国籍 通过一个简单的AR考试 只要居住14天每两年 这一点同样是葡萄牙胜 我们来看一下 欧洲国家中一步到位给绿卡 并且是申根国的国家 有两个 一个是马尔他 一个是希腊 和同样是申根国的葡萄牙相比 希腊只要投资25万欧元 那希腊的具体政策是什么呢 它的优势是什么 劣势是什么呢 第一条 希腊一步到位拿绿卡 第二条 办理速度快 如果你想快速拿身份 快速出境 希腊可以做到四到六个月 先拿蓝纸身份出境 再到当地换成绿卡 优点三 希腊是三代移民 和葡萄牙一样 而且没有任何条件 葡萄牙带父母需要年龄超过65岁 马尔他也可以带父母 甚至可以带上祖父母 但经济上要主要依赖祖申请 人 希腊就不一样了 希腊可以带子女 可以带父母 父母的年龄不受限制 也不需要经济上有依附条件 所以希腊在一家三代 这个事情上 一个房产 不需要额外费用 就能拿到申根国 欧盟国 欧元区国家 绿卡身份的这个项目 它是有它的特点 是有它的优势 第四点优势 希腊通过25万欧元购房 它的移民属性 居住属性 甚至投资属性 都可以一步到位解决 而且没有后续维护绿卡的成本 第五个优点 很多人办理身份是为了安全感 但也有人为了孩子的教育 比如说 想拿华侨生身份 回国参加华侨生考试 如果是为了华侨生联考的话呢 通过投资希腊25万欧元的房产 直接拿绿卡 在考大学之前 你只要在希腊有两年读书的经历 就可以回国认证为华侨生 不用参加统一的高考 就要参加华侨生考试就可以了 16岁开始 读两年18岁 考个北大新华做保底 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如果只是为了自由通行欧洲 方便拿一个身份的话呢 希腊是可以解决需求的 那为什么还要考虑葡萄牙 爱尔兰希腊都不能满足的需求有哪些呢 换句话说 希腊的缺点是什么 缺点一 希腊的房子跟身份是捆绑的 简单来讲 你要保持绿卡身份就一直持有房产 如果有房产卖了 身份就没有 不能变现 缺点二 如果孩子年百二十一周税的时候没有换到国籍 原理上孩子的绿卡就不能去签 这跟爱尔兰和葡萄牙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一个孩子 父母可以通过把房子过寄给孩子 然后父母再团聚孩子的形式 实现三代移民 但如果你有两个孩子呢 操作这个事情就会相对比较麻烦 这是他的三个缺点 我们来看一下 什么人群适合办理希腊 希腊适合什么呢 适合那些已经有了大国身份的 比如说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还想有一个方便出行欧洲身份的人 适合那些拥有爱尔兰护照 或者爱尔兰身份 还要想有一个神根身份的人 适合短期内 想有一个快速的身份 快速离境的人 适合那些只想要一个身份 同时能在海外买套房子 还能够有出租收益的人 适合考虑孩子以华侨生的身份 来回国读书的这些人 有适合的就一定有不适合的 什么人不适合希腊呢 第一种呢 就是如果你希望环境更加安静 更加安全 更加纯粹一点 可能考虑爱尔兰 葡萄牙会更好 第二种是希望办理身份之后 去当地工作的人 希腊不能够在当地工作 可以创业 可以招募员工 但是不能工作 不能备雇 可以自雇 第三是那些 希望将来有一本欧盟护照的人 因为希腊换护照需要居住满七年 这个对于很多家庭来讲都不现实 换句话说 希腊拿护照很难 第四种 如果是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 孩子的年龄都已经比较大了 如果你同时希望 他们能够长久拥有绿卡身份 又不愿意 又不愿意多买几套房子 这种情况下可能不太适合希腊 因为孩子年百二十一周岁的时候 如果没有拿到希腊护照 会失去身份 希腊其实和爱尔兰之间是一个互谱的关系 可以办一个爱尔兰再加一个希腊 这样不仅仅是深耕国 包括爱尔兰都可以自由通行 同时希腊和葡萄牙也有一定的对比性 如果你将来想轻松入籍 优先考虑葡萄牙 如果你优先考虑孩子华侨身份的 坚决考虑希腊 如果想在当地找工作的 坚决考虑葡萄牙 如果只是希望去度假方便的时候去旅游 这两个国家其实没有区别 如果从经济实惠的角度来讲 希望花钱少一点的考虑希腊 选择买房的方式 其实两个国家都可以 房子只想买在首都自己居住 选择希腊 因为希腊现在还可以在首都雅典买房 如果希望办个身份 但是不希望后续有很多的额外成本 应该选择希腊 因为葡萄牙在五年当中 还有换卡的成本和费用 如果希望移民费用继续低一点 我们可以考虑马尔他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马尔他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马尔他相比于爱尔兰 葡萄牙 希腊 名气都不算很大 但他至少是英联邦国家 也是欧盟国 申根国和欧元区 说马尔他是欧洲唯一的 四位一体的国家 一点都不夸张 税收上 马尔他虽然不像塞浦路斯 完全没有资本利得税 房产税 赠予税 但是低税收的马尔他 也让很多人愿意在马尔他 做资产管理 马尔他的其他优势还有哪些呢 其实他的第一大优势是便宜 马尔他有两种方式可以选择 一种是买房 通过在马尔他购买35万欧元 或者是特定区域30万欧元的房产 或者是选择租房 一年租金从1万到1万2千欧不等 也可以申请马尔他绿卡 如果你选择买房 你应该关注一下近几年 马尔他房价的走势 你会发现过去五年当中 投资马尔他房地产的收益还可以 现在数据也依然还是不错 所以如果你的资金准备量够 选择购房的方式 再支付10万欧元 按照欧元1比7左右的汇率 70万人民币再加上购买的房产 就能够拿到马尔他的绿卡 如果觉得金额高 还可以选择租房 在马尔他租一个房 1万到1万2千欧 五年除了租房成本 还要支付13万欧元 按照现在1比7左右的汇率 一共91万人民币 也就是说我们只需要花91万人民币左右 再加上租房的费用 100万人民币吧 可以申请马尔他的绿卡 第二个优势 马尔他 马尔他移民和爱尔兰移民一样 都是先货批后投资 这个是整个的英国体系的套路 美国体系的套路就是 先投资后申请 爱尔兰大额的投资 是在后期支付 马尔他也是一样 采取了分期付款的形式 可以在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 支付完成这个13万欧元 所以说从启动的角度来看 只需要很少的费用 就可以启动这个项目 第三个项目 马尔他是一步到位拿绿卡 在欧洲大陆上 可以一步到位拿绿卡的 我们前面讲过 一个是希腊 一个是马尔他 将来满足一定居住条件 六年当中 在马尔他居住满四年 第七年 在马尔他居住满12个月 就可以申请马尔他的国籍 这个和希腊有点像 都是累计居住满七年 不过如果跟葡萄牙相比 马尔他是没有优势的 因为葡萄牙只需要 每两年在当地居住14天 而希腊和马尔他 都是需要长期居住的 绿卡的优势 我们刚才讲过 有一个重要的作用 就是帮助孩子规划 以华侨生的身份 回到中国去参加 华侨生考试 你减少很多竞争对手 北大新华做保底 我觉得是有机会的 第二呢 对于很多希望养老的人士 马尔他作为地中海的岛国 气候宜人 物价也不贵 当地的医疗养老 相对资源比较充沛 是比较适合养老的地方 而且最重要的 一百万都不到的预算 可以先申请后货批的方式 直接拿旅卡呀 我们再来看一下 马尔他相比希腊 葡萄牙有没有什么突出的亮点和优势呢 第一 和葡萄牙相比 两个都是欧盟国 欧元区 深根国 马尔他还是银联邦 第二 希腊和葡萄牙都是要先买房 投完钱才能申请 马尔他是英国的打法 先申请后投资 第三 马尔他作为一个很小的小国家 当地的难民很少 来这里的基本都是 从英国德国法国过来的 养老的度假的休闲的 所以说相对比较安全 也相对比较安逸 当然任何一个国家 一个地区 一个产品 都有它的优势和它的劣势 马尔他的缺点是什么呢 第一 马尔他太小 生活的属性还是偏弱 第二 马尔他是岛国 去欧洲大陆都需要坐飞机 不坐飞机你出不去啊 第三 马尔他的卷款费用太高 这个沉默成本太高 好 作为一个总结 这五个欧洲国家 你觉得应该怎么选择 对那些有海外学历的 英国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新西兰 有海外学历的本科研究生以上的 或者说亚思能够达到5.5分 单向不低5.5分以上的 坚决选择英国 这是毫无疑问的 他就像一个爱马仕一样的产品存在的 只不过是他的要求比较高 对于英语的要求比较高 投资5万英镑 沉默成本大概20万英镑 三年能拿绿卡 全家五年可以拿绿卡 主申请人三年拿绿卡 这是一个毫无疑问的首选 那如果说你原能力不到要求 或者说资金准备不到要求 我们刚才已经详细的分析了 爱尔兰 葡萄牙 希腊 马尔他 我强烈建议大家 在做任何的决定之前 要加强对整个的法律体系 整个的认知体系的提高 没有什么方案是实权实美的 每个方案都有它的好处 它的坏处 它的优点 它的缺点 我们需要根据你自己的情况 所有人都需要根据自己的情况 来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添加屏幕上方的阿维码 我们可以具体情况 具体分析 感谢观看